发生车祸的验伤 这个一定是越早越好 常常遇到的情况是说 车主他原本都是在原厂修车 要赔偿那一方就讲说 我这次事故发生 为什么不能用副厂来 当做一个认定价值 其实这个想法 很多人都会有 但是在法院实务上 其实不太会采纳 他主张脊椎是有受很严重的伤的 但是对方觉得说 这个伤害到底是不是 这一次车祸造成的 之后就发现 他其实长期就在看 这个腰椎方面的 谈判就对了 这一部分的这个伤害的 结果的医药费 就通通都驳回 大家好 我是林冠林律师 大家好 我是黄杰黄律师 欢迎收看 世代哈啰 其实车祸救费 很常有的状况就是 对方私自大开口 那遇到这种怎么办 这种其实很常见 那我曾经有遇过一个案例是说 我们当事人他在开车路上 突然有一台摩车窜出来 然后他就自己滑倒了 那后来就是 有拿出一个诊断证明 给我们说 他要跟我们要他的一个 所谓的工作损失 但他其实不是那种受雇人员 他是自营业者 是小吃店的 他就跟我们讲说 他一个月赚十万 然后他希望跟我们请求一个月 但是其实在法院实务上 他这个工作损失要看说 医生有没有开 移在家休养这几个字 但他的诊断这里没有 就是差错伤而已 其实在实务上 你可以去跟他争执下去说 实际上他不可能要到那么多钱 但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说 假如我们被判定有一个过失 只要有1%的过失比例 那加上对方有受伤的话 其实在刑事风险上很高 他有机会被起诉 甚至被判有期徒刑 那就会留下一个刑事前科 那我那个当事人他 觉得说他想要花钱消灾 所以后来 他最后是用一个大概6万块的金额 跟对方去和解了 但我有另外一个案件 就是一样是插上 我陪他去调解 我们就列出过去的10万 你去跟对方讲说 实际上你到法院 不可能要到这么多钱 那我们也不要浪费司法资源 可能赔一个道义的金额 可能几千块的红包钱 那对方有同意 但我觉得这就看个人 见仁见智了 你等于就跟他好啊 可是你刚才请了律师 也不少钱啊 对 所以大部分的人 刚才想说算了花钱了事吗 我觉得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工作 不是一个非常极端要求 就是你是要清白无钱科 例如说保全业 就是不管去应征的时候 都会被要求 就是要有这个所谓 像良民证这样子的东西的话 其实判有期徒刑 在这个一般的车祸伤害的案件 其实大部分都是判 可以一科罚金6个月以下的这个刑度 所以呢 判了这个刑度之后呢 其实你只要缴这个罚金 大概之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如果真的遇到 狮子大开口的这个对方 那你也提了一个合理的这个赔偿金额 但是对方还是很坚持不接受的话 那这个时候 我可以建议您 就是说可以去承报给法官 让他知道 你们过去的协商过程 对方受的伤是怎么样的伤势 然后你曾经提出一些 合理的这个赔偿金额 但是对方提出来的这个金额 实在是太过夸张太过高 然后已经远高于一般司法实务 类似的案件 所会判的金额了 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告诉刑事庭的法官 那其实有很多刑事庭的法官 他会去审作 如果对方是真的狮子大开口 提的这个远远超过行情 非常不合理 看起来只是想要削一笔的这种人 即使没有和解 他还是愿意就被告的这个案件 给予缓刑的一个处分 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不会留下前科 我这边也可以补充一个 实务上的情况 有些法官很高明 他会说 没关系原告 你可能主张的金额很高 你这部分可以到民事去争执 但针对刑事的部分 你可不可以给被告一个机会 他在刑事这边也愿意去赔偿 你可能六万块 法官大概是用 益科法金的金额去抓的 因为益科法金一个月大概是三万块 他抓两个月六万块 他说被告你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跟原告和解六万块 然后剩下的部分 多余的金额 让原告去民事法庭那边去争执 但是针对刑事的部分 他当场可以给你六万块 你就撤掉刑事 这样子那个被告 他刑事就不会留下任何责任 对原告而言 他想要更多的金额 还可以再去民事那边 去继续去求偿 那另外就是 还有一个照折比例的问题 我们回到开头的那个新闻 如果今天我们在路上 撞到一个跑车好了 但是呢 我们的照折比例还不一定啊 搞不好他错的比我多啊 可是呢 会不会因为这样 我就算他错的比我多 结果我还是要赔他 因为这个法律的规定 是要填补这个损害 所以呢损害多的人 通常是可以跟另外一方 请求这个比较多的赔偿金额 我这边举个例子来说 一台一千万的跑车 跟一台价值十万元的 这个摩托车相赚 那他们两个人的照折比例都相同 跑车损失了一百万 那摩托车损失了一万元 即使他们的照折比例都相同 那一方要赔偿的金额 就会是一半 五十万 另外一方要赔偿的金额 就会只一万元的一半 就会是五千块 再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来说 跑车这一方 如果他是这个照折责任比较高的 然后摩托车这边 照折责任比较低 但是还是有过失的情况底下 那就有可能就是跑车这边 可以请求的金额 就会远高于就是 骑摩托车的这一方 会有一种这个看起来不太公平的这种感觉 所以呢 其实在路上 看到这个 某些特殊的牌子 或是一些高价的这个名车 骑远一点 闪远一点点 这个想法其实是正确的 因为你看到一个非常高价的这个车辆 如果真的不小心发生了差状 即使你这边的责任只有非常的小 你还是有可能会背上一个相对高的责任 有些人就很心酸 宁可自己硬刹车喷飞出去 就不要碰到那些名车 可是这部分法律就没有左减的空间吗 其实法律有一条 是民法218条 它这个条是讲说 只要你这个被告 它不是因为故意或重大过失 然后导致这个车祸发生 那这个赔偿金的假如 已经严重影响到生计的话 法院是可以去左减的 那实务上曾经有发生过一个案例 有一个妇女 她因为车祸 那她导致人家受伤 那保险公司先赔给这个伤者10万块 那后来保险公司代替这个伤者 去跟这个妇女去求偿 但法官后来考证说 这个妇女她原本就是清洁人员 那又是中低收入户 那她因为这个车祸 导致脚受伤 没办法开刀 也导致她没有工作了 但是她有一个女儿要抚养 那她虽然有配偶 但是她配偶名下也没有任何财产 所以后来法官考量这些情节之后 给她作减金额 减了30% 所以后来只赔6万多 但是要记得这个法条的适用前提是 不能故意和重大过失 什么叫重大过失呢 其实像是你闯红灯 然后可能超速 酒驾 甚至是说你闯红灯 违规都有可能是重大过失 所以这个案例是比较少数的 一般来讲法官不会用这个法条 刚刚林御师说的很对 就是法官通常很少使用这个法条 那当然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林御师刚刚讲到的就是 你不能够是重大过失 但是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 其实就是因为其中 有一方是有重大过失产生的 再来呢 做这个着检 通常也必须要 就是真的能够注意 影响到这个人 她的生计了 那实务上通常会去 就是调阅她过去这段时间 她税籍的这个资料 看她过去去年赚多少 前年赚多少 或者是去询问她说 那你是做什么样的行业 你的薪水大概是多少 然后去计算说 你自己的这个生活开销 或是一般人的这个基本开销之后 法院有可能会认为说 其实你这个这样子的状况 你存钱存了三年 其实你还是可以慢慢把这个还掉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 她就不会去着减这样子的赔偿 因为着减这样的赔偿 对于这个真正受损受伤啊 或者是有财务损失的人来说 其实某程度也是 有一点点的不公平 通常这种情况 应该是没有保保险嘛 不然通常大部分应该就是 会有保险公司的帮忙理赔嘛 所以我们讲到就是说 如果说大家保了第三责任险 就万事都OK了吗 其实运作上也会有点困难 因为假设说你发生车祸 然后你很明确 你就是没有造势责任 遇到这种情形的情况之下 其实保险通常不愿意去理赔 因为第三责任险的前提是在于说 你自己有责任 你保险公司先代替你去赔给商者 所以在这种场合 保险公司通常会陪同去调解 那调解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看初判表 或是所谓的车祸监定报告 那假如初判表和车祸监定报告 都是显示你无任何责任的情形之下 保险会选择说先放手 让这个诉讼继续去打下去 那最后看法官有没有判决说 确实我们这边有责任 有责任的话保险才会理赔 假设你保了200万的保险 在200万的额度内 对方请求了150万 保险公司就一定会照赔吗 其实不一定 因为保险公司其实还是要 依照个别事故 它发生的原因 然后对方受的损失 那一般的行情 他会去评估 就是说在你的这样的状况以下 法院大概会判的金额大概是多少 然后保险公司自己内部 其实是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基础 如果他认为对方请求的这个金额是显然不合理 例如说手部骨折 然后对方却要请求一个一两百万 这个可能是重伤甚至死亡的这个行情的话 保险公司当然不可能 只因为在保险额度内他就全部通通都认赔 所以在这种时候呢 保险公司 好 试着谈判 然后在前阶段的和解 还是没有办法的话 保险公司这个时候会认为说就是 那这个案子还是要请你进到这个诉讼程序 由法官判 法官真的判了这么多的话 我再赔 那保险公司会这么做 其实多半是因为他们认为有相当的把握 他们觉得法官可能不会判到这么高 之后让法官判 他们可以要付的这个保险金额出去 其实是可以 不用像对方讲的这样 事实大开口就照单全收这样子 比较理想的情况就是大家愿意和解啦 那我们那种就是签了和解之后又返回的 其实 实物上也蛮常见啦 因为网络上的一些和解书的范本 他其实没有写的那么精确 他通常会写说 原告愿意放弃对被告谁谁谁的民事请求权 这部分只是放弃说 民事不能对你求偿的权利而已 但是重点是 假如对方有受伤 他在事发的六个月内 还是可以随时对你提出 刑事的过失伤害的告数 请民众要记得说 你们签和解的时候 一定要让对方同时签下一个刑事撤回告数状 并且在和解书上面写说 原告谁谁谁 同意由被告去递交这份刑事撤回告数状 这样才能去确保说 你后面不会再让人家去提高所谓的过失伤害啦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然后上路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那今天就非常感谢两位律师的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欢迎订阅节目频道 也别忘了按下方爱心哦 并分享给亲朋好友 是在哈喽 每周二四下午五点 Light Day准时上线哦